您现在能在日本不仅是吃上饭了 然后家人照顾的也很好 而且还能做起了中日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事业 这一点来是这样 因为我们都是漂流在外 大家搞单干的大家显得寂寞 而且信息交流 那个比赛的话人家感觉很孤独为人 力量还是比较弱的 总觉得 心里面就差一点什么 需要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抱团 抱在一起力量更大 尤其是老乡 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 我们一起以前到日本留学的那些同学 他们都来了很多了 来了很多了 很多呢 我来嘛 因为我以前在日语班 我是班长 我经常组织一些活动 而且积极分子 全市的那个叫日语演讲会 也是我请大学教授来 我组织过很多大学 所以他们很相信我 咱们就本来就 我一去就有一个团了 就有那么死角人 大家就说 人家的同校会呢 不如自己搞一个吧 就说人家四川嘛 重庆不是直辖了吗 对 就这样 东京我们就成立了 当时叫日本重庆同校会 我是首任会长 我觉得一个人呢 在这个社会中心 要占有一席之地 要留点什么东西 没错 我甚至这样想 没错 所以这个 出于这个想法呢 当然这个要顺其自然 你呢 有一定的朋友圈 对 说难听的叫号召力吧 对 召集人嘛 对 那么我有对朋友 愿意把你抬出来 那么我呢 就顺其自然地把这个事 因为是好事嘛 大家多召集一些老乡 在一起 大家吃着川菜 讲着四川话 聊聊家常 谈谈那个理想 那是听好的一件事吗 你说是不是 没错 每次捐赠贫困学生 或者是低赠 这种捐款呢 我们都在会里面发起 那个号召大奖 大家凭心情捐助 所以合力嘛 合起来 像国内的那个贫困大学生 还有地震 最近嘛 就是这两年 我们对那个 朱德的老家 叫一龙 一龙县的那个贫困大学生 我们也进行了捐款 它这个是四川省 还发起的 所以我们的积极响应 还有那个地震 也有 也有那个号召 世界的各地的华人 华侨 出钱出力 所以咱们的这个协会 这个同乡会也好 各种协会也好 这个职责呢 也是代表了大家 有很多人是想要去捐助 但是找不到 去捐给谁呀 怎么捐呀 我们这个机构呢 相当于也是担起了这样的一种职责 对 我们尤其是文汉大地震发生之后呢 我们就积极的想办法 就是想捐款 想捐物 但是呢 没找到合适的那个渠道 最后我和谷口先生 就是我那个日本朋友 我们俩就策划 就搞一场赈灾音乐会 赈灾音乐会 最后就经过策划 半年之后呢 就干起来了 就请了一些那个蒙古族的演员 有拉马头琴的 有唱霍米 还有鼎碗呢 对 唱歌跳舞的吧 一帮人 就在我们那个音乐厅 举行了一次 赈灾音乐会的议演 所以这次影响也挺大的 当地市民市长嘛 我都积极捐款 这个 我饭店也摆了一个捐款箱 所以大家吃饭的人 凭心情 也进行了捐款 所以最后合适 当时是收到280万日元 还是挺相当的错 支付了一些场地费用啊 最后剩了约200万 后来我们把这个钱 一年后 我当时组织了一部分捐款的人 和我的二户弟子 对 组织了一个代表团 关门到重庆 三所被地震灾害受影响的小学 进行了捐款 和买了一些教学用品 有投影机 还有乒乓球台 各种文体用品 当时的心情是不是特别的复杂 就觉得 那个终于 虽然说身在海外 然后能够代表海外的这些 爱国人的这种心情 然后回馈家乡 能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是啊 我们觉得在国外 你只是顾自己的生活的话 觉得这个圈子太小 对 加上我们也确实有爱国爱乡的 这种情怀 毕竟我们的那儿 生活洋物长大 几十年 咱们家乡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害 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当时大家也不是一晚复工 所以凭自己的心情 你一点我一点 这么凑起来 能够做点 为家乡做点事吧 觉得挺满足的 好的 非常感谢您 李老师 在最后的这个节目的最后的阶段 想问一下您 就是人生走到目前的这个阶段 您觉得在您的人生过程中 什么是最重要的 整个人生的这个场合当中 我感觉我们那个 作为一个男子汉的 应该是有 作为男子汉能够让他们 那个安心 生活和学习的这么一个地方 最起码的这个 作为一个男人 一家之主 要顶天立地 刚才您所讲的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责任经营 要保证他们的衣食无忧也好 这是您就是到现在来说 一直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吃多少苦 能够一直坚持下去的 那肯定呢 我们以前下乡当知情的时候 那还甚至吃了好多苦 所以回想起来的话 现在不算什么苦 对 说得太对了 我是觉得我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但是我走到今天的话 我觉得咱们这条路没走错 就是我选择这条路没走错 您刚才说到了 选择这个词 那么选择在您的生命当中 在您的整个人生长河当中 是不是也是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面临着选择的过程中 您什么指导您 做出一个选择 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 因为在我以前中 走到今天的话 我做了好几个重大选择 这个选择呢 第一 选择把日语作为一种吃饭的工具 把它好好的发挥出来 这一点 这是我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 什么学习 哪怕是日语学习啊 业余学习 我们的早读晚辈 而且还和那个学院派的人 大家一笔高低 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还是小两大功夫 具体是我 我还带着你帮人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就是您在面临的选择和抉择的时候 当时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 然后自己想要什么 那个时候特别想干什么 然后还是自己蛮有目标 或者是有这种决断性的 是因为当时是 因为我在国家研究所嘛 虽然是一个那个叫助理工程师 对 叫助理翻译嘛 也更是行 但是呢工资很低 国语嘛 深圳之牌倍 当时刚从国外回来嘛 就想自己想发挥一下 在国外学习的一些东西啊 在研究所就发挥不出来 虽然说有些短期的那个翻译啊 什么的情理学啊 但是觉得还是眼海如火如荼的那个 招商引资的这种形式啊 特别的诱人 外资企业招聘几千块一个月 我当时才一百七十多 哎呀 觉得就得下海吧 我就义无反顾的 做出角色 下海 因为我当时想到论之牌倍的话 我们那个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才三百多块钱一个月 对 我才一百多啊 我经常做翻译嘛 翻译和 会有些外快是吗 也有点外快 我都也上交一部分 但是呢 也不是说长期就可以靠那个吃饭了 是吧 我感觉那个 就是说 我们在国外留学回来 也掌握了一本外语 同时也是技术人员 同时年 还很年轻 才三十多岁 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呢 什么地方肯定需要我们 那么一看那个沿海 确实在招聘这种人员 懂外语 年轻 懂技术 工作也开得挺高 所以当时一想 我在那干一个月的话 在这边干几年 所以说就依然决然的 其实最 对我刺激 下海最大 其实当时 我父母亲都不支持我 我弟弟 我哥 没有一个人支持 结果还借不到钱 最后我一个同学说 我也借不到你 但是我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 他可以借借给你 他说我的好朋友 所以你的勇气 真的是太大的勇气了 在那个年代 这是逼出来的 逼出来 因为当时 因为我不能说 让我的老婆孩子 他们那个 没有好多衣服穿 也什么 没有好多学上 所以他们那个操职 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我老婆 他就 他喜欢比较高档的化妆品 就是说生活质量 已经生活品质 已经上去了 上去了 但是收入没达到 因为当时 我回来还有点钱 所以当时就觉得 第一目标就是到日本去 当时已经去了 回来的时候 当时是公派的 公派必须回来 其实就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让你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 这个抉择在国云的研究所 混日子 还不如去沿海撕杀一番 看究竟自己 凭自己的能力 能够打出一片什么天地 也就是说 也就是生活质量提高 收入增加 所以我就义无反过去了深圳 后来在日制企业 工作得挺好 挺好 走到今天是因为 我当时在日期留日的 一些同学 他们已经到日本来了 极力邀请我来 我后来就不得不辞工 在日制企业 吃工到日本来 为什么 当时这么的想 因为我当时 又调工作 我也到 我在中山去了 中山离深圳 还是有100多公里 回不来 一个星期回来 一次都勉强 后来到了半个月 就觉得孩子就有点疏于教育 他妈说管不到他了 最后一想 咱们一家人都移居到日本去 那不是挺好 一家人在一起 另外日本它是一个社会环境 法治教育 各方面都是一个先进国家 所以在那去接受教育的话 我觉得比这国家好 在那个年代还是蛮先进的 这个思想也是蛮超前的 义无反顾 就强行持工 到就一家人 就到日本来 后来嘛 就那个 随着这个国家 形势越来越好 机会越来越多 机会越来越多 选择性就 就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呢 走到今天呢 觉得也没有做很多万路 也没做很多万路 所以说 基本上还是 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做了 然后想要报效祖国也好 包括来了日本之后 想要搭建日中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 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是搭建起来了 然后来了日本 不仅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 而且还能有余力 去报效祖国 去帮助父老先亲 那个虽然是微不知道 我觉得最大的 我自己在和中国建立友好城市 我居住的那个全都也是 这方面我觉得很满足 就是和四川成都市 那个新都区和我们的全都也是建立友好城市 这也是可以记录史策的 是啊 是啊 这个双方交流很频繁 对 现在我还有两个市还在 一个是重庆市的 那个叫 一个是重庆市的叫那个五龙 五龙区 还有一个是南充市 四川省的南充市 我们正在 本来都谈好了签约了 后来这个疫情原因 疫情发生之后 就双方没法往来 那这个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好的 那非常感谢李老师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您对于现在我们的00后 90后 我们的这些小孩子们 有什么建言可以去 向大家怎么说呢 那个传达一下嘛 站在您现在的这个角度 现在我孩子都87年生了嘛 可能现在这辈90后啊 00年后啊 甚至8年后 我都可以称为是我的孩子嘛 这一辈 我们老一辈经历了这些 不平凡的人生啊 经历啊 你们可能很多还不知道 很没有听说 今后啊 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 也会出现很多 这个艰难险阻 希望你们呢 能够战胜困难 男子还呢 要顶天立地 嗯 嗯 哪怕是压力三大 也要 没有跨腹过去的坎 真是 要有这种赤苦来劳的精神 嗯 这个人生才 比较圆满嘛 好的 非常感谢您 谢谢 那最后总结一下啊 我们李老师 从他这个年幼的时候开始到今天为止呢 经历了人生的这个长河中 各种的这个辛苦以及各种的挑战各种的抉择 走到今天他最想告诉我们大家的 一是男子汉要顶天立地 要有一份担当 那作为一个 呃 第二呢 作为我们在日的华人要担起日中文化交流这样的一个使命 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那么有余力的话 然后做出更多的呃这个社会贡献 然后报销祖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谢谢您 谢谢 新联心 手拉手 山水有隔 心意无间 以上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欢迎更多的在日华侨华人 加入西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这个大家庭 同时期待更多的在日华人华侨 做客我们西华联频道的华人故事会栏目 期待您分享您的故事 咱们下期再见